说起三国,几乎是无人不晓,无人不知,如果从曹丕称帝公元220年到三家归境公元280年算的话,其实也只有短短60年的历史,同时三国又有一个让人想不透的地方,就是在资质通鉴里没记录三国所有的人士,司马光写了汉后,接着写的侍卫,中间并没有提及三国,之所以有三国,是因为陈寿写了三国志,史称良史,且裴松之为之做了著。 那么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只有60年历史,并且资质通鉴都不提及的三国,却让后人所津津乐道呢?三国这么有名,三国演绎功不可没,人物塑造对于叙事类小说非常重要,人物的个性描写是否鲜明生动,直接关系着整部作品的层次感。 首先,为了突出鲜明的人物特点,让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逼人,罗冠中在对三国演绎的一些情节的虚构当中,增加了原本没有的桥段,比如他是这样写曹操的。 三国演绎中,曹操因刺杀董卓失败后到处逃命,图中墓现认为曹操敢于刺杀董卓是一大壮举,救下曹操并器官跟随曹操逃亡。 后来到吕博舌家中届时秘宿,吕博舌准备杀猪烹食款待他们,但是杀猪要磨刀,家扑们商量着先绑着猪在杀,商量的声和磨刀声让曹操误以为吕博舌要杀他,于是将吕博舌的家人全部杀死。 发现错杀后曹操与陈公逃走,途中遇见买菜回来的陆博舌,曹操不顾陈公的劝阻又一件解决了毫不知情的吕博舌,并对陈公说, 宁愿我负了全天下的人也不让天下人负我,其实在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中,并没有最后杀吕博舌这一出,罗冠中以这一事件为基础,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,通过曹操杀吕博舌一事,将曹操猜忌多疑,心狠手辣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,本来就因为误会杀死人家全家男女老少,已经很过分很残忍了,在得知自己错杀那么多条人命后仍不悔改收手, 不惜再杀死吕博舌一条生命,只为自己心中的信念不交天下人负我,曹操简直走火入魔,真让我们读者恨得咬牙切齿,不仅如此,罗冠中在小说中特地加入陈公与曹操同行,从陈公的反应及表情可以侧面写出曹操的残忍,丰满曹操的人物形象,使得这件事更生动逼真,也提高了小说的艺术层次, 又例如,罗冠中为了丰富小说内容,增加小说跌宕起伏的情节,采用多种方法塑造诸葛亮料事如神,颇似神仙的形象,根据三国志的记载,草船借鉴说的是孙权,史实中,诸葛亮并没有这么神,作者有意张冠礼带并神化诸葛亮,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, 使读者能在小说中体会到情节的峰回路转,奇妙无比,更加能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,再例如人物张飞相比较于三国志,罗冠中在三国演义中大幅增加了张飞这一人物的形象描写,使得张飞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,个性更加鲜明,首先,三国志里张飞自义得,而在三国演义了罗冠中将义改为如虎添翼的义,这不仅给读者更多的遐想, 也符合书中描写的身长八尺,抱头还眼,艳汗虎须,声若俱雷,视如奔马的人物形象,其次,三国志中,张飞只是勇猛并无志谋,而在三国演义中,张飞则被刻画成不仅勇猛善战,且粗中有戏,比如在张飞用记生擒流带和张义德大闹长板桥的情节中,张飞都表现出有勇有谋的形象,正是有了这些虚构出来的情节, 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鲜活的同时也让小说更加精彩,大大提高了阅读体验,如果只有三国志没有三国演义,那么,三国传播的广度将会大大受限, 有位名人曾说,三国演义是最有温度的杰出剧作,我想,这温度应该是最近似人体的温度,才会使得三国演义被我们所熟悉,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,并不是完全的回归历史,那么史实的三国时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吸引着我们吗?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,三国是一个战争频繁,但有英雄辈出的特殊时期,首先,三国出现了太多的英雄,使得这个时代的竞争更加激烈, 曹操集团的谋士有其左国家,王左之才的巡遇,武将有击败吕布的典威,单手脱牛的徐楚,剑术高超的夏侯渊, 还有曹章,岳晋等,刘备集团的谋士诸葛亮,马良,庞同等,武将赵云,张飞,关羽等,孙权集团的谋士,鲁肃,周瑜和张昭等,武将有成仆,黄盖和韩当等,可谓英雄人才层出不穷, 其次,天下三分的局势,注定少不了争战,一时间风起云涌,赤壁之战是促使当时天下呈三分之势的战争, 这场战争充分证明了鲁肃的吴中队和诸葛亮的龙中队的正确性,刘无联军洋水战之长处, 巧用火攻,以又少又弱的兵力打败曹操大军,成为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战场之一, 关渡之战又是一场倚弱胜强的战争,曹操用二万的S兵力打败袁绍十万大军,以此为统一北方奠定基础, 三国时期有太多的战争,有太多的英雄,每一场战争都是英雄之间的较量, 而他们的胆识、智慧与谋略,让我们传了一代又一代, 三国及三国以后的诗人们留下的师父,是影响三国知名度的又一原因, 用三国诗的英勇对象是三国时期的历史人士, 同时又有着非常庞大的受众群体,传播历程中起到了普及历史知识和启发艺术创作等功效, 以唐诗杜牧的赤壁为例,描述了前朝战场的景象,不禁让人联想起, 如果不是东风的缘故,赤壁之战取胜的会不会是是曹操呢? 大乔小乔会不会也被关入同雀台呢? 还有杜甫的八镇图和属相,刘雨昕的属仙主庙, 温廷云的过武障园等唐诗,语言优美,生动形象, 感情浓郁,可以说是对三国历史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学化与普及化工作, 也正因如此,这些永三国的唐诗连同三国故事一起在民间广为流传, 快智人口,同时为三国小说的成文也奠定了基础, 永三国诗启发艺术创作体现在诗本身富有的传奇性, 故事性的内容,成为三国小说的素材来源, 如杜甫八镇图中诗句《江流石》不转, 遗憾诗吞吾,苏氏在仇耻笔记中, 说杜甫托梦给他,让他脖证诗人误会八镇图诗, 可见宋人已经拿遗憾诗吞吾为句产生先主, 武侯玉与关羽复仇的故事, 还有杜牧赤壁一诗, 背后是造为诸葛亮姬周瑜的生动情节, 小说中三顾茅庐,赤壁之战,秋风五丈园, 二桥故事等著名片段, 都与唐诗的相关描写有一定的程度的联系, 除了文人师傅外, 民间戏曲说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国的传播, 如借东风、空城记等。